在地球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物种大灭绝,引起物种大灭绝的原因有很多,例如火山爆发,小行星撞击地球等。 最近有科学家研究发现,大约5亿年前的生物大灭绝的罪魁祸首,并不是火山爆发,也不是小行星和陨石,而是一种虫子。 地球上许多重要的环境因素使得地球能够孕育出生命,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有液态水、大气层和氧气,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生物都需要氧气来维持生命,而植物在保持地球碳氧平衡中充断了重要的作用。 而随着人类不断是使用化石燃料释放出氧化碳,植物也没有办法继续保持地球上的碳氧平衡了。 由此可见植物在地球上的作用是多么的关键。 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近一两百年来才发生的现象。 地球上许多迹象表明,地球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全球气候变暖事件。 这些事件使得地球上的氧气含量降低,生物开始发生灭亡的现象。 五一年前所发生的生物大灭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。 经过了几轮的物种大灭绝之后,地球上的动物才逐渐稳定下来。 为了找到导致那一次物种大灭绝的原因,科学家利用电脑技术对那时候的气候进行了模拟分析。 通过模拟分析发现,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答案,很可能就藏在海洋底下。 海洋是生命的游览,所有的生命都是从这里开始,然后才走向陆地和天空。 就在海洋身底,科学家发现存在着一些海洋微生物,它们相耗氧气的能力非常大。 因此科学家认为,那一次的全球气候变暖,有可能是海洋微生物导致的。 由此刻见海洋微生物对地球的气候影响是多么巨大,和远古时代不同,导致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不只有动物了,还有人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